四月单一个月来说 要我估计 我就倾向会觉得可能都是维持扎幅 去到可能近月尾才会比较有些改变 最主要原因就是 当然有很多人会用 平均月份那些帮幅 统计数据那些 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做量化 但我们就不是太过執着于这一部分 反而我就比较看港股夹了在 叫做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中间的变化 用一个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 其实美国三月我想大家都知道 虽然在三大指数 美国那边就没什么很大影响 但实际上 市宽各样就很明显见到有差别 就是简单来说 也有点凶微的 那你凶过其实 相对上来说 其实不是很拉得动香港 就是香港在这个情况之下 居然是没什么跌过 其实我觉得算是这样的 这个第一 也都反映出其实 现在的资金上面 其实基本上 大家的看法对港股的看法是 倾向都不是太关外围事 就是在这部分 以前那个叫做 国际提款机那个 转型就开始没那么明白了 亦都可以这么说这个是 今年可能起码上半年 对港股仍然比较看好一点 因为其实全球的 宏观 玩法现在已经 不少论述就出来说 觉得都是等衰退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而 环球股市你见到其实 都不算很特别 就是 唯一是指数顶得下 但其他里面的 我们叫做内在动力 市场宽度的 都是一直变差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港股是没什么事的 所以其实 算是挺好的 如果你说今年上半年 就是 全球股市要有一 有一道可以 可以有机会突破 比较有机会是港股的 如果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相对上来说就是 原本是 有乐器的 但是港股没什么事 没有大伤 但是你也很难 遇 就是 那边美国就在爆价 但是港股就可以 就很快地飞到 2.1.2.3 这个就是不容易 所以变成在这些位置拉住 我觉得都还会继续 甚至乎 最简单说 如果4月 上到 碰到2.1蓝板 算是开香槟的 不容易 不容易 我都觉得不容易 如果用 现在这个波幅计 因为你看到 都在港股内部动力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 简单说就是国企和 互联网民企就互相 轮流拉扯 好听点就说轮流买 难听点就轮流拉住市场 那变成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是互相扯大栏 都不是很容易 去 短线再上的 但是你看到有个好处就是 如果市 是属于港股的 叫做派法 就是就来想 应该是 指数 保持住 每次都是低开高走 然后 股票就 不同 setter 轮流 但是现在 现在就是 通常都是高开 但是就 如果用指数来说 就叫派 就是它们逐点 叫派 但是你看到 股票 里面来说 其实不算太差 举个例子 譬如我们刚才说 很心灰意懒 就是 科技股 阿里巴巴 就是之前 好像不知 好像过 过几星期 是 之前有人问我的 第二个 就有人问我 三位数到不 我说 应该这一季 都三位数是基本的 碰了一下 之后又回落 原本大家的想法 就觉得是死了 因为长期香港人 已经有一个 一个长期的定见 包括我也是 很坦白 有个定见 港女都是 的 都是差的 你真是浪费的 大家有这种定见的时候 就很容易见到 不行 你都不突破 但是其实 你回头看 今天 当然 腾讯 有新闻 特别差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 全体来说 科技股 还未算很弱 他不是真的 大家想得 差得那么紧要 我觉得就算 好了 当阿里巴巴 你认输 你都 不是 现在 九十六几 你就是可能 你就是当他 之前 有一刹六 那宗新闻 的起点 你就是 那个 都跌穿了 那我就觉得 那算了 可能 真是 玩你 又不定 或者可能 他们自己内部 都搞不定 但是否则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给他一些时间 就是很难 两下就 就立刻上 尤其是 外面的 环境并不 特别好的 情况之下 现在又叫做 起码有 衰退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其实 港股现在的状态 是OK